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怀源中医吴正義醫師 今天要為跟大家來介紹的是 夏天容易產生的皮膚問題以及中醫的保健 近來由於天氣越來越熱 加上時不時的陣雨 悶熱的天氣是否讓你容易有皮膚癢 起紅疹 水泡 甚至脫皮的狀況呢 這些令人困擾的皮膚問題 主要的原因可能來自於第一個 就是天氣的濕加上熱 濕熱容易讓皮膚的狀況變得極不穩定 容易產生慢性的發炎 另一方面由於濕熱我們喜歡去吃冰 吃冷飲 甚至晚上吃重口味的來提振食慾 那這些像重口味的辛辣的食物 也會加速提升整體內的發炎的狀態 因此要如何避免呢 中醫有幾套方式 第一個就是清淡的飲食 避免重口味的食物 第二個就是適當的運動 提升體內的新陳代謝 適度的流汗 讓體內的毒素藉此可以排掉 另外一方面 食材的選擇也非常的重要 中醫認為像綠豆 藝仁 紅豆 甚至最有名健脾味的四神湯 都是中醫很好的去除 然後消失濕氣的藥材 那如果各位對於上述的問題 也還有進一步的疑問的話 也歡迎到中醫院所 尋求專業中醫師的諮詢與協助 還原中醫診所關心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